更年期来得早 为什么会增加痴呆症的风险 以及多早算是早 以及更年期什么时候来 与哪些因素有关 更年期的具体是指女性 生殖期过渡到非生殖期的一个阶段 这样情况下 更年期的时间应该是45岁到55岁之间 平均年龄的51岁 女性患二次胎膜病的风险是高于男性的 当然一方面是解释为女性更加长寿些 但是不能够完全解释 为什么三个二次胎膜病患者中 就有两位是女性 越来越多的发现与雌激素有关 因为雌激素有神经保护的作用 在女性绝经之前 但是在绝经之后 雌激素慢慢的下来之后 这个保护效应就消失了 有人会想到男性难道大脑一直没有保护吗 就男性他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雌激素 但女性可能一开始高 后面的低下来 所以一个人更年期发生的越晚会越好 其实也不是的 就是视灵是最好的 就是45岁到55岁之间 如果太迟的话 发现雌激素持续的维持在高水平的话 也会增加一些其他健康的风险 包括肿瘤的风险 这个更年期 我们该怎么样去控制它 影响它的因素 当然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遗传因素 家里面如果有早发晚发更年期的 下一代的女性 往往都是会时间差不多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影响的因素 就包括像压力 长期的精神压力 工作强度大 生活节奏快速 缺乏锻炼 营养不均衡 抽烟喝酒 过度节食熬夜等不良习惯 一般会促使更年期的提前 此外合并一些血管的疾病 包括像糖尿病 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话 也会加速卵巢的衰减的过程 还有就是跟生育 哺乳史也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首次怀孕的年龄比较大 妊娠的次数比较少 哺乳的时间比较长 都有可能与更晚的更年期有关 当然还有一些疾病因素 有一些人可能因为 比如说身体的其他原因做手术 所以被迫更早的进入到了更年期 也是一种原因 当然上面说的这么多因素 我们很多都是没法控制的 我们能控制的只有 就是说保持心情的舒畅 尽可能的管理慢病 不要让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这些东西影响我们的身体 好的 希望这期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 好 让我们再次看